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西之安索 请大家聆听 追思一王瞻里读经 攻读智慧篇第三章一至六节九节 一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 痛苦不能伤害他们 在于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 因为他们的去世是受了惩罚 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 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之中 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 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 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 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 因为天主考验了他们 好像炉中的黄金 悦纳了他们 犹如悦纳全番祭 以使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 忠信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住 因为恩质与仁慈 原归于他所算拔的人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庆祝 追思义王瞻离 或者说我们纪念所有的王者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分为三部行为 一个是胜利的教会 就是天堂上的主圣 昨天过主圣瞻离 是庆祝胜利的教会 然后有战斗的教会 就是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世的众教友 还有受苦的教会 也就是炼狱的众灵魂 根据诸圣相通工的道理 我们与天国神圣 和炼狱灵魂之间都互有联系 我们昨天庆祝天上诸圣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现世的任务 在天上享受福乐 但是他们也在天上为我们带导 而我们在现世的这些人 也应当去帮助炼狱的灵魂 因为他们不能自救 教会特别的在 这一个月的 就是礼仪年最后这一个月 安排了这个战礼 让我们去纪念所有的王者 其实这也是我们 孝道的一部分 也是在表达我们教会的死亡观念 在我们中国传统来说 虽然也有敬拜死者的这种观念 但是呢 死后人究竟到哪里去 按照中国文化来说 根本不清楚 包括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孔老夫子 他就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 当他的弟子问他说 死亡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 为之生 言之死 我那生的事都搞不明白 我怎么知道死呢 可见孔老夫子也是非常的谦虚 不知为不知 知之为知之 可是人不能这样稀里糊涂的生活一辈子 人应当知道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但是天主通过圣经 通过耶稣给了我们启示 是我们人知道 人源于一个造物主 他就是天主 他是无形无相的纯神 他创造了一切 也创造了人 那人死后要到哪里去 人死后呢 就是要到创造者那里去 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不过到天主那里去 还要接受审判 接受审判 如果你做得好 就像我们的参加高考一样 你考得好 你就通过了 考不好的就被刷下来了 看看我们能不能通过天主的考验 对于死亡 我们相信 一人的灵魂 将来可以得胜天堂 但是按照造物主的旨意去生活的人 将来都可以得到永生 因为人在这个现世 如果不知道死亡往哪里去 不知道死后 不知道自己有灵魂 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这样他就会把现世 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 于是就追求 明 利 财富 权利等等 这是没有信仰的人干的 但是我们有信仰的人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人终究必有一死 但是死后要往哪里去呢 常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若是不报 时候不到 那么谁来审判 圣经告诉我们 当人子第二次来临的时候 就会审判生者死者 他是整个世界的审判者 那么我们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按照耶稣所说的 凡是信同人子的 必有永生 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 另外对于死亡 在欲人看来 人死了是归于泯面 因为他们去世受到惩罚 其实我们知道 人死并不是泯面 不是归于虚无 而是人要到一个处所 到一个地方去 尤其我们对于 我们的信友来说 是安息在天主怀中 我们常常说是 息之安所 息之安所 通过表看 死亡也是一种痛苦 其实死亡也是一个解脱 离开了现世 尤其对于义人 对于有信仰的人 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 我们中国人怕死 那是因为不了解死亡 是怎么回事 而耶稣基督来了 祂启示给我们 死亡是怎么回事 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的死亡 是我们看清死亡的真相 死亡是因为罪恶的后果 因着罪恶 死亡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 摆脱这个死亡呢 但是漏神的死亡 现在已经成了规律 人没有办法摆脱 但是永远的死亡 人能够摆脱 当人通过现世的死亡 灵魂和漏神分离之后 如果有功就要受赏 如果无功就要受罚 受赏者升天堂享福乐 受罚者下地狱 而且在末日 天主还要使人在复活 在这个观念当中 在其他的任何宗教里面 都没有复活的思想 只有我们基督宗教 才有复活的这种思想 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人需要升华 需要蜕变 人不只是像 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形象 人会蜕变的 人会升华的 那必须是要通过信仰 可是人光靠自己 是没有办法的 人怎么样才能够 达到那种境界 人怎么样才能够摆脱 永恒的死亡 那只有依靠天主 靠着信仰 尤其对于死亡 我们一定要记住 死亡并非是归于民变 而且死亡也并非生命的终结 而只是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答案 在人看来 他们是受了苦 受了些许的痛苦 但是呢 他们却充满了永生的希望 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 却要蒙受巨大的恩惠 因为天主考验了他们 如同炼镜黄金 如同的黄金一样 天主悦纳他们 幽如全凡计 尤其对于义人来说 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 在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 要一时上主 只有一时上主的人 才能够明白真理 只有忠于上主之爱的人 才能够与天主同住 当我们忠于天主 我们才可以与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信仰 忠于耶稣基督 跟随他 因为只有他这条道路 他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他是通往生命的道路 耶稣说得很清楚 我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耶稣他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找到了耶稣 就找到了生命 这样我们就不怕 现世的这种死亡 因为耶稣他是永生 我们今天庆祝 所有的亡者 也包含我们去世的亲人 这也是来表现我们的这个孝道 我们中华文化讲孝 这也是我们的孝道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们 同时在整个的练灵月当中 教廷的圣事部 颁布大事 整个的一个月 都可以得全大事 过去我们知道是八天 才可以得全大事 现在不止八天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也没有办法上教堂 所以教会把这个大事扩展到一个月 整个的练灵月 凡是经常祈祷 参与弥撒 上坟 按照过去所要求的去做 多做祈祷 做善工 要搬高节 就可以活得大事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要善用整个的练灵月 来纪念我们去世的亲友恩人 也去纪念那些无人照顾的灵魂 多做善工 多为练灵 献弥撒 多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守斋 为他们做善工 多做苛苦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来拯救练灵 因为练灵不能自救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今天帮助了他们 当他们升到天堂 在天堂上就会为我们祈祷 当我们死后 也会有人帮助我们 我们下期见到天堂上就会让他们的练灵月 祝祝 我们下期见到天堂上就会让他们的练灵月 我们下期见到天堂上就会让他们做了事